新疆集中营的问题 美国参众两院国会通过了 一次通过的关于这个维吾尔州人的人权法案 给大家强细进行一下这个讲解 好谢谢大家 谢谢会议的组织者 谢谢蔡克华先生 张林先生 以及独立运动联盟 能提供这么一个机会 有两点是非常清晰的 第一个 这一次的这个种族灭绝这个政策的制定者 就是习近平 这是已经肯定的 这是从这个纽约时报发表的 这个403页的泄露文件里头 中共的文件里头 由习近平的内部讲话 在这讲话里头呢 就是指导了整个集中营系统 而且呢在这些文件里头呢 中国用的也是集中进行教育 那就是说已经承认这是集中营了 第二个呢就是说人数的问题 当我们说一百万的时候 昨天我接受陈破空的采访 那么在那里我讲一百多万 两百万 很多人都觉得 很多人都觉得 这个数字哇太夸张了 这个不是夸张 这个呢是有数据的 根据现在这个泄露的这些文件的 德国有一个学者 专门研究这个 现在他已经全身心投入这个集中营研究 叫Andrea Zink 他是德国人 根据他的 这个最近的这些文件呢 是至少是在一百八十万以上 这个数字 那么可能更多 因为什么呢 就我喜欢举的是我个人的例子 我母亲三个妹妹都进去了 那我一家里头 如果有四个人进去了 那么美国 可能有两万个维吾尔人 那一家你就算两个的话 两万人就是四万人 那么在土耳其有 大概五十万到六十万维吾尔人 几乎每家都有 那么这个呢 又是一大数字 中亚有大概一百万维吾尔人 欧洲还有几十万维吾尔人 可能三四十万维吾尔人 那么这些数字 你就把他们一家算两个人的话 这个数字就已经是相当大的一个 惊人的数字 这不是我们编出来的 那如果有人要跟我争辩的话 那你如果能够 我使尽了我的全部力气 想搞清楚我母亲在哪 电话打不通 通过我的一些朋友 包括一些汉人民运的朋友 没有人能找得到我母亲 那人去哪了 那就是被抓了 那三个妹妹也一样 三个妹妹当中 两个妹妹的人 大概是在一个月以前 有人和我妹妹最后是见到我妹妹在集中营里 是去年的十月份 他已经到了另一个国家 所以他能告诉我 那么这就说明了 这个数据没有不存在任何的 再一个呢就是说 一个是大家可以看的 加拿大有一个中国来的学生 是学法律的 叫张孝文 英文名字是孝文匠 他呢通过Google 他现在也变成集中营专家了 他呢根据那个集中营的 然后加上那个Andrea Zink的 就是说 中共呢在建每一个集中营监狱的时候 他都有投标 收标这种竞争的那些信息 在他的地方网站上 那么根据这些要多少平民 要多少人 那么他们算出来的数字是 维吾尔人口的10到15% 那么维吾尔人口 根据中共的人口数据 去年2018年是 1100多万 几乎非常接近1200万人口 那1200万人口的10到15 那也是这个数字 就是说 这个数字呢是可以确定很接近的 或者是比这个更多 那么这个呢是在关带 集中营里头的维吾尔人口 那么还有一个呢 大家一直在忽略的 就是说 被判刑的这部分维吾尔人 这个人口呢 也将近100万 就是说 就是说被判了五期徒刑 或者15年以上的呢 这些人从2017年的年底开始 联合国开始 在一些人权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以后 美国以及欧洲 那么中国就开始大规模的转移这些维吾尔人 最远的是在黑龙江的 太来县 那么大多数呢 是在河南 我到马来西亚的时候 有人告诉我 一个从河南来的人 他说他们那的一个监狱里头 省一级监狱里头 就有6000个维吾尔人 被关押的 那么这个数目呢 也是相当庞大的 自由亚洲电台 根据他们了解到的呢 大概也是将近100万 那么父母被抓了以后 还有孤儿 那么人为的孤儿 我把他们称为是人造的孤儿 是政府的这种暴虐政策制造的孤儿 这些人呢 父母被抓了或者被判刑 然后把他们又送到孤儿院里头去了 那么在这孤儿院里头呢 你们知道 如果是你的孩子被送到一个 完全是陌生的一个环境去受教育 你是什么心情 孩子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 所以这些维吾尔孩子呢 从两岁到十几岁 都成为了一个儿童集中营的受害者 他们的数字呢 也在几十万 也在几十万 那么还有一个数字 这个数字呢 就是把维吾尔人 现在呢 从开始从一些农村 把维吾尔人的房屋拆毁 然后把土地呢 收回 分给新来的移民 这部分维吾尔人呢 把他们转到河南 甘肃等其他的省份 给他们安排住宿 就是说把维吾尔人 从他的生存的这个 土地上 把他们剥离 这部分的维吾尔人 数目也在几十万 现在 最后一个数据呢 就是以所谓的生育劳动力 或者是呢 在就业的名义 安排到沿海的这些工厂里头 做那种血汗 劳动的这部分维吾尔人 这部分维吾尔人呢 全部都是要求 没有结过婚的男女 必须是十八岁以上 二十几岁以下 他都有规定 然后呢 把这些人转到 各个沿海城市 在这些地方呢 去进行打工 那么目的呢 大家应该能够想象得到 那么为什么要是 没有结过婚的 要男的女的 年轻的 目的就是要让他们 在当地呢 最好能找到别的人 然后成家 也就是说 这是一个整个的 民族进行同化 和清洗的一个过程 那么联合国 1948年通过的 有一个160号决议 决议的名字叫 惩治与防范种族灭绝 法 那么这个法呢 有五个定义 五条 就是说 如何确定 是种族灭绝呢 那么那里面有一条 我能够想起来的几条 一个 对民族 使他处于弱势 有意的 使他处于弱势 那么我上书讲的 这些维吾尔人 是绝对的弱势 那么第二个 还有一条呢 就是说 对他们的知识分子 对他们的文化 进行打击 那维吾尔人的 现在知识分子 全部都被抓起来了 新疆大学的校长 他是地球物理学家 他那被抓起来 判了无期徒刑 死刑 缓刑 新疆医科大学的校长 他也是被判了 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然后是新疆师范大学的校长 阿扎苏丹 也被判了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喀什戴尔大学的校长 埃克诺布 也是一样的 就是说 这些知识分子 如果按照中共的说法 如果是什么 在教语言 或者是职业培训 那这些校长 需要什么样的职业培训呢 这些校长 都是属于厅级干部 按共产党的组织部的法 都是厅级干部 诺尔百克利是从新疆大学的党委书记 升到乌龙奇市市长的 也就是说 这个厅级干部 如果他们是极端分子 或者分裂分子的话 他们的党委书记干什么了 中共的组织部干什么了 这是种族灭绝 绝对不是因为他们腐败 或者是其他的东西 所以这样看呢 就是说 对维吾尔知识分子 以及书本的烧毁 也符合联合国的五条 就是里头的一条 然后还有一条是 把孩子从他的原有的群体里头分开 那么现在维吾尔的这些孩子 不管是送到中国的 还是在那些孤儿院的 也符合这一条 最后还有一条呢 就是说控制生育 那么现在在美国有两个维吾尔女士 曾经在集中营里待过的 然后呢 在瑞典有一个 土耳其还有一个 中亚的呢 哈萨克斯坦 很多人都在作证 包括维吾尔人 哈萨克人 那么根据他们的作证呢 中共一直在集中营里头 给男的女的都在强迫他们吃药 这些人女士出来以后 基本上都没有越境了 也就是说 他们已经失去了生殖能力 这种对生育的控制 一直在持续 所以呢 这个呢就是集中营的 现在维吾尔人的状况 是一种民族生死存亡 那么这个政策的执行者 就是习近平 如果二次大战的时候 对犹太人的大屠杀 他的设计者是希特勒的话 现在维吾尔人的这个 种族灭绝 包括哈萨克人 其他的民族 那么这个的设计者 就是习近平 那么他的呢 也已经被证明了 是他 这就是目前我们的状况 那么至于讲到这个 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 那么这个法案呢 中医院是一个月以前通过的 现在呢是上个星期 参议院通过了 但是这个参议院通过的版本呢 和众议院的版本 稍微有些区别 区别呢很小 是在这个 国务院里头设置一个 维吾尔专业 问题专员这一点上 众议院的呢 加了这一条 所以呢 尽管众议院也通过了 参议院也通过了 因为版本有所差别 现在有两个可能性 一个参议院呢 直接就把这个 中医院通过的版本 拿过去投票 这跟香港法案是一样的 那么这样呢 就只要没有意义 一定会通过 那么然后呢 就送到川普总统的办公桌上 十天之内签字 另一种可能呢 就是说参众两院呢 形成一个小组 把两个版本统一起来 然后再重新通过一遍 无论是哪一种程度 根据前天 那个参议院的 重量级参议员 马克罗比奥的 他就发了一个 短的声明 他要尽可能在年底以前 通过维吾尔人权法案 所以我的猜测是 他可能要通过 这个众议院的这个版本 那么如果这个版本通过了 那他的最后的结果呢 很多人对这个问我 会不会川普总统 会不会签字 我相信他的最后的 会和香港法案一样 因为如果我们回过 参议院里头上一次的 通过的时候呢 全票通过 众议院呢 只有一票反对通过 那么如果即便是川普总统 否决了的话 他回来以后 还会以这个通过的话 自动生效 那么作为川普总统 我相信 与其让他回去 自己被一个 优柔寡断的这么一个名声 他可能更会签字 直接就让他生效 因为无论如何 这个法案是肯定要通过的 所以呢 这个法案通过是毫无疑问的 通过以后 对维吾尔人 会产生什么作用 首先是给维吾尔人一个希望 一旦一个民族 有了希望的时候 他就会有力量 继续他的斗争 维吾尔人一直在争取 自己的权利 在这一点上 你们可能不了解 我们得到的这些信息 包括这个上个州 国际调查记者联盟发现的 是一个维吾尔女士 他通过渠道 甚至共产党政府发出 给他发的V线时 我们会把你的尸体剁成碎片 他把这些文件全部交出来了 那么我在网上 一直在关注 我自己也在不停的接受 维吾尔的很多的 如果那个抖音里头 有相当多的视频 都是维吾尔女士 通过不同的方式 在向我们传送信息 也就是说维吾尔人 尽管在这种集中营里头 全方位的监控 摄像头 家里头甚至住着 这个共产党派去的干部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还在 用不同的方式 表达他们对自由 对这种希望 对这种声援的追求 也在表达他们的一种反抗 对这种暴政的蔑视 这是一个民族最大的力量 中国共产党从49年开始 一直试图把维吾尔人呢 驯服 让我们降服 最后呢 被同化 但是维吾尔人从来没有放弃过 即便是最穷的维吾尔人 说老实话 他对不属于他的文化 我不想说中国文化怎么样 从来没有对中国文化 有过一种羡慕 或者是有过一种我想学它 包括像我自己 我也讲过很多次 我是从小受中文教育的 但我听歌 从来都是听维吾尔人的歌 很少 除了邓丽君的歌 那时候刚开放进来 我听了一段时间 因为那是第一次 我们感觉到有一种不同的东西 那么我也从来不听 我都是听维吾尔人歌 为什么呢 我们对自己的文化 有一种信心 对我们的文化 对我们自己的 这个走过的历史 有一种自豪感 所以维吾尔民族的 这种自豪感 这种坚持的精神 使我们坚持到今天 然后呢 今天再加上 这种国际上的援助 还包括你们在座 各位大家的 共同的支持 我相信这种希望 一定会给我们力量 而这个力量 一定会给予我们一个 战胜这个暴政的 最后的机遇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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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